阿罗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鸡汤 今天是我们深夜食坛节目的正式第一集啊 我刚刚去找出这个小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国中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有一年呢,公司的员工旅游 他们去不知道是菲律宾的什么 长滩岛还是什么,忘记了 他给我带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纪念品回来 我相信大家去一些旅游观光景点 多多少少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我想问的是说 你们就觉得他是乐器吗 我们试试看能用他弹些什么吗 能发出声音对吧 可是能弹出一些音乐吗 好像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应该不会说他是一个乐器 你又会说他是一个装饰品 小配件 摆设等等 可是你会说他是一个乐器吗 恐怕不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深夜食坛的第一个节目来说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在弹琴的时候呢 我常常在思考 要怎么样让更多人会去认同到 我在弹的是一个乐器 而不是一个像这样子的配件 这个配件上面做了很漂亮的这个画 然后我平常把它挂在我的客房的这个墙上 也没什么问题 我也不用给他换弦 当然我也不会弹他 可是那我要弹的琴呢 那比如说长这样子的 那我要弹他 通常在我弹琴的时候 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得去注意到调音 那调音我们用什么呢 以前呢 在我的长辈的时候 他们用调音笛 比如说调音笛会发出一个频率的音高 然后去针对这个音高呢 调准你的琴上面的某一弦 这样子 然后去把它对准去调音 那现在很方便了 这几十年来呢 很方便的就是说 电子零件普及了 从我小学中学的时候 然后开始有这个掌上型电玩 开始有电子积压于恐龙 开始有各种的电玩游戏 还有一些电子用品 开始有电子表 到后来有手机 到后来有智慧型手机 把所有的功能像一个电脑一样 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机器上面 所以说我们得到了调音器 那调音器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呢 是 可是呢 也不一定只能有调音器 在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反而是你的那个耳朵 还有你的那个概念要去打开 打开什么呢 你要去意识到就是说 今天你要弹奏的乐器呢 它是一个需要调音的东西 你必须去在意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在意呢 就算你今天弹的是 几百万的石坦威钢琴 你弹的是几十万的昂贵的吉他 你弹的是几十万的客制什么东西 其实他没有经过调音的时候 你弹起来就跟这个 可能很便宜的这个摆设一样 他发出来的是一些声响 可能这个声响很好听 可是他要做成演奏音乐这件事情呢 就很困难 像我前阵子去菲律宾呢 也有这种东西 看一下 很可爱吧 小小支的 然后上面也有琴弦呢 然后上面写的菲律宾 他能发出声音吗 也许可以 答案是不行 然后变成是说 我今天弹奏乐器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不调音 不注重这个调音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好像我今天把我手上的琴转乱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去演奏他 这是乐器吗 他恐怕没有办法准备好 作为乐器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就必须调音了 OK 那今天我们讲调音的时候 其实 调音器市面上百百种 像比如说我自己的学生 入门的 比较没有预算的 用这种知名品牌 知名品牌很多啦 不一定是这个 有可能是一些日本的这个Coke啊 或是Yamaha啦 或是这个Seiko啊 或是像我这个Dario啊 都可以 那我们去把他夹在琴上 或者是他是麦克风收音的 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我同步 可以让你看到我的调音的画面 好 我想办法让你看到才行 这个是调音器的画面 它现在呢 是没有在我们需要的音准上面 我们就调偏低偏高 我们把它调到正中 OK 两边都要有一线 OK OK 两边都有一线 好 看一下哦 再一次 这个呢 有一点点偏低呢 再把它调回来 到两边的线都很清楚 不动了 可以 然后呢 这个 可以 可以 OK 那我们要知道说调音器 它就像是一把尺一样 那尺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会在文具店 你会在书店看到很多 很多不同品牌的尺 有塑胶的 有不锈钢的 有纸做的 有步做的各种的尺 这些尺的价钱 它的落差 第一个在于材料 第二个你会发现在于什么 在于它的精密度 调音器也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已经调准了 那如果 我换了一个精密度 比较 好的 这个 调音器呢 那我们来看看 它是不是已经准了 刚刚在那个调音器上面已经准了 那我们看这个是 精密度会比较再好一点的调音器 它如果 哦 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点点偏 所以 它还是能够侦测到 不够准的地方 这个也是 好的 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因为今天如果讲重点 就变成是我们来卖调音器 但今天的重点不是来卖调音器 今天的重点是我们在真正的谈琴 在准备的这个音准阶段来说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有意识 你要有概念去检查这个音准 那个我会怎么做呢 其实我会用耳朵听 就是这个很高级的调音器 很精准很精密 可是呢 我不能完全相信它 我要用我的耳朵听到没有问题的声音 所以我会怎么确认呢 我们比如说这个一把琴 我一定会去相对确认它的音准 怎么确认呢 第四弦是G 第三弦是C 第二弦是E 第一弦是A 所以G C E A 它是有格子的乐器来说 我要去确保我调出来的音呢 在我的演奏情况下 是能够稳定使用没有音准上的问题 因为有音准上的问题就会变成这种 发出声响的东西 但不是叫它乐器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假设第四弦是G 我按两格 在第四弦第二格我就会得到和第一弦一样的叫做A 那我要确认 那我要确认第四弦第二格发出来的A 和第一弦发出来的A是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呢 一样就是当我同时弹奏 我现在同时弹奏这两条弦的时候 我应该只能听到一个音高 注意哦 我现在是弹奏两条弦哦 你应该不会听到两个音高对不对 这个就是音准调的OK了 当你听到两个音高的时候 会有点像什么概念呢 我稍微转动一丢丢第四弦 其实你能听到 我同时弹奏两条弦 你会听到有一种负音的感觉 负音就是一个以上叫做负 负数的负 负音 停出来吗 那如果我再把它调整回来呢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音准 是不是真的有跑掉 你看一下 这个就偏低了 那低弦 再正常 那我们把它调回来 好 现在回来听 我同时拨的是两条弦哦 然后我不会听到两个负音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在确认的第一步 第四弦跟第一弦互相确认 接下来呢 第二弦我也可以跟第四弦互相确认 第二弦的空弦是一 然后我的第三弦 然后我的第三弦就是弦 这个弦跟谁一样呢 跟第四弦的空弦一样 是一个弦 我现在同时拨两条弦 我也只听到一个音高 我不会去听到两个音高 如果我稍微转动一点点呢 比如说我在转动第四弦一点点 听听看哦 那个副音的感觉出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影片收音的麦克风呢 是解析度很高的 你如果用手机听不出来的话呢 是因为你平常习惯听音乐的东西 有问题 你用手机想要听出 手机的喇叭就这么小颗 它的物理限制是很大的 它想要听出那个细节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你起码要用一些耳机去听 才会比较清楚 如果更讲究的话 当然还要用到更精准的耳机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影片说 好 我们现在听没有副音感 这个就没有副音感了 刚刚那个副音感再听一次 把它转松一点点 很明显 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的耳朵呢 是需要习惯去听细节的 耳朵呢 听力呢 每个人天生其实不会说落差非常大 关键在于你的训练有没有去 长时间累积 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 来 第四弦的空弦 第二弦第三格做确认之后呢 第三弦呢 我们用第三弦的第四格 它是一个一 第三弦第四格是一个一 然后我们用来跟第二弦确认 如果准的话 同时波动 也不会听到副音感 如果会听到副音感呢 你要先检查 你的音有没有调准 你的空弦音如果调准呢 可是你的第三弦第四格会听到副音感 那表示你这把琴的音准呢 就 不够好 音准不够好有几种状况 第一个我们先检查 你琴弦是不是太久没换啦 琴弦 绷上去之后 它就一直被拉着拉着拉着 越拉越细 它就会离开 它原本设定的这个出细度 它就会不准 就离开了它原本的设定 所以为什么琴弦要 不定期的更换 是因为它被一直拉细 随着你的使用 还有那个时间 它一直拉细嘛 那就会变成音准就会跑掉 所以如果你的音准 空弦已经调准了 结果你的第三弦第四格 或是说你的第二弦第三格 音准竟然对不好 那这个就是你的 琴的音准有问题 首先要检查琴弦 更换同样的琴弦 同样的注意 琴弦的出细是有设计的 这跟音准有绝对的关系 你的琴原厂设计 是什么琴弦 你最好是换同样的琴弦 如果你要换不同的琴弦 那你要针对音准 再去做检查 再去做补偿 再去做调整 这个调整是有限度的 有时候一把琴的音准 它的限度就是 它可能不适合换 不同系列的琴弦 比方说尼龙系列的 不适合换探线系列 探线系列 不适合换尼龙系列 这个有可能会对音准造成问题 这个是你要去检查 我们再换一把琴 试试看 换这个 baritone条弦设定的 这个baritone条弦设定呢 它是第四弦 低音弦 那我们一样呢 去把它 我们今天先用这个普通的调音器 这个deterio的这个调音器呢 其实已经是不差了 如果说你问我最起码最起码的调音器 我会觉得你起码不要用什么杂牌子啊什么的 你可以用这个deterio的调音器 然后我们来调音 他的第四弦是d 然后第三弦是g 第四弦是b 第四弦是 第一弦是E 像这个呢 因为它的声音比较低 所以啊 就是在调音器的侦测上 就会侦测比较不灵敏 我们把它调到DGBE 再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把琴的那个共鸣位置不一样 有时候 它会侦测不到琴头这边的共鸣 这个G还不够 还差一点点 过头了 这样子就两条线 然后B 然后B 好我们现在呢 光是用这个Dario调好之后呢 我们听一下相对音准 像这种第四弦是低音的要怎么对呢 我会对第四弦的第五格 它会跟第三弦的空弦一样 好我们来对对看 听起来不会有太明显的副音感 我现在两条弦一起弹 没什么问题 第三弦的第四格一样 就跟第二弦的空弦对 对 然后第二弦呢 会对第五格跟第一弦的空弦对 这种听起来都还在接受范围内 我们试试看呢 那如果我用 比较精密的调音器来看的话 它现在是不是准的呢 看一下先 好第四弦是准的 它没动 第三弦微微动 也算是蛮准的咯 第二弦 你看第二弦就还在跑 好现在就比较准了 第一弦呢 也是不够准的 把它调准 OK 当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它的表现会比刚刚更好 我们试第三跟第二 然后第二跟第一 第二跟第一 就明显比刚刚准了 但是 这一个调音的过程 是否仅限于你在演奏前呢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的这种波弦乐器 反正呢 只要有张弦的乐器来讲 它基本上音准是一直在跑的 它没有办法说一直维持在一个很好的音准 会随着什么呢 气温啦 湿度啦 嗯 弹奏啦 就是使用嘛 如果去弹它 就等于去拉它一样 它会变松 还有什么呢 嗯 时间啦 它会变细 它会变拉的变细 它会氧化啊 等等 它这音准是一直在跑的 也有人呢 就是像我们这种谈波弦乐器的说 一辈子里面呢 大半的时间都在调音 另外一半的时间呢 在换弦 呵呵 这个可能是真的情况就是 我们必须要很注意这个音准 但是更注意音准呢 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很贵的调音器 音准就没事了 你得去有这个音准的概念 所以我在深夜时弹这个气化的第一集 我就觉得应该要讲这个音准这件事情 一旦呢 你的音准没有做好 比如说我弹一个曲子好优美 然后我的音准不够好 比如说我稍微转松了一丢丢 一点点 这个就变成 那如果说我在其他的音准再差一点 我都只转半圈不到哦 我们这个旋钮哦 15比1 14比1是你要转15圈 他才会动一圈 所以我只转半圈不到的情况下 这个偏差其实很小 但是你听听看 这个已经是听不下去了 如果我是观众的话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所以啊 当你在弹奏的时候呢 你必须时时刻刻 打开你的耳朵 去做什么呢 去听你的这个琴 你的音准呢 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你说 为什么你听得出来呢 首先你就是要去习惯 做这件事情 一开始你一定也听不出来 因为我以前也听不出来 你要去习惯说 在利用我们借用这个调音器的方便 我们借用它的精准呢 我们去调到器材上面显示为准的这个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还要去检查 检查什么 有没有副音的出现 两个弦有没有一样 是不是有 一样的声音 在不同的位置上 照理说要有嘛 除非琴弦有问题 除非琴有问题 除非琴有问题 除非这个 各种没有调好等等 否则我们要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那样子嘛 我们要去追求到那样子的结果 当这种情况下呢 你算是准备好了要演奏音乐的第一步 就是这个器材本身没有问题 器材本身有问题的情况下呢 就好像 你先拿一个这个给我 那我就算是麻油有味 做不出音乐来啊 可能他真的可以吧 但那你觉得他会要一个OK的器材吗 还是要一个不OK的器材吗 当然要一个OK的器材 那这个呢 就不是真正我们说的乐器 当你的乐器没有经到调音的时候 没有注意这个音准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做出音乐的 至少我觉得没有办法 然后你的这个乐器 就只是一个昂贵的这个东西的存在 你必须要去发挥你的器材 它真正的功能 而这个功能呢 并不是 注意哦 并不是依靠你手上很贵的调音器就没事了 并不是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在你用器材 哪怕你的调音器只是一个比较便宜的调音器 那这两个调音器价差三倍咯 哪怕你只是用便宜三倍 就是用它很便宜的这个调音器来调 那调完之后呢 你只要有经过这个检查 其实你得到音准 就不会太差 那我们这种波弦乐器去要求 我们这种有格子的乐器去要求完美的音准 首先呢 也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 只要呢 透过这种检查 我们在相对音准把它做好的情况下 你的音域才合得起来 音律合得起来的情况下 你演奏的音乐才可以 那这个就叫做合得上了 如果你没有调好就合不上了 那再比如说 如果你有机会 你跟其他乐器演奏 比如说你跟直笛演奏 那一起合奏嘛 你就要确认一下 那我的声音跟它有没有一样 比如说我们听它的声音 然后我们对一下我们的声音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人 我只能一人分式两角 两个角色 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 你就可以一起对 然后呢去对 合在一起的话就不会听到那个负音感 就不会像这个两条弦 如果一个其中一个高了低了 它就会听到负音感 现在就有负音感 明显一点给你 有负音感了吧 其实我也是转半圈而已 就比较没有负音感了 那你的必须呢 开始去启动这样子的这种意识 经过时间的累积 经过经验的累积 耳朵的累积 你会越能够越敏锐的察觉到 这个声音有没有match 我们这个叫match 就是把它有没有融合在一起 有的话呢 你再开始去弹奏音乐什么的 它那个效果 那才是叫做音乐 而不是叫做声响 就不是叫做噪音 或是叫做只是发出一些声响这样子 所以调音器固然是一个测量的器材 我们今天的重点却并非要着重调音器 而是在于那个你的 怎么说 你的sense 你的意念 你的概念 有没有这个逻辑 有没有这个想法 你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一直谈谈谈谈到音准跑掉 你也没有意识到 其实音准跑掉跟音准没跑掉 有什么很大的落差呢 就是你在弹和弦的时候 你的和弦听起来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 我现在调准 然后呢 我给你弹个C和弦 比如说是一个C和弦 你会觉得合在一起喔 那如果今天我把稍微有一条弦呢 给它转松半圈 听听看合不起来了 合不起来对吧 因为他们不在一个基准点上就是合不起来 我再转回来 我再转松半圈 看一下 我再转松半圈 我再转松半圈 我给你做一个明显一点点的 这样子如果你还能接受 那真的你要注意你的听力 我们再把它转回正常的喔 正常的 好 听听看 其实这个在我来听呢 音准都不算非常非常的 够准 但是它已经在一个合理范围了 我们说过这个波弦啊 调弦乐器呢 哪怕是钢琴 哪怕是鼓针 或是哪怕是吉他小提琴大提琴 甚至像这个Euclid 它就是会有很多原因造成它的音准 会稍微跑掉一点点 这种情况呢 就跟是口琴 你吹大力一点 它的音准也会跑 笛子你吹小力一点 音准也会不够一样 我们不是要去要求那个仪器上面百分之百的音准 我们应该要打开耳朵去听到那个 对于声率和谐的这种体验 这种经验 是要打开我们耳朵去感受它 去察觉它 去敏锐它的 所以今天不管是什么琴呢 你一定要去注意说这个音准 我们再换一把琴 好这个琴呢 刚刚摆在那边都没有调音 我们先听一看你会觉得音准怎么样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要去检查相对音准 这样听起来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呢 你知道你的钢琴啊 在低音是一条弦或两条弦 到了高音是三条弦 有的甚至会是更多弦 他们是必须调到同样的音准 你那个声音听起来才不会分叉 音准不准的时候 听同一个按下这个键 其实听到声音是分叉的 那这个听到声音还可以吗 检查一下第三弦 检查一下第二弦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比较敏锐的话会听出 其实有副音在 我们调一下 第三弦偏低了 我们把第三弦调回 确定的高度 我这个都是排除掉我的琴弦的问题 因为我琴弦还蛮常更换的 好 再听听看 这时候同学要说 我就玩家而已啊 我又不是像你专业啊 我们这个就是业余玩玩好玩嘛 对啦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子 你可以接受我调低半音吗 我把它调低半音 我自己是接受不到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 不要去常常有这样子的想法给自己 其实你就是去了解到底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 然后用比较好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去养成一个正确的一个习惯去make sense 就是去做出一个好的 怎么说呢 态度 然后你其实随着时间的经过 你就不会白白的一直还是那个样子 就是你会越来越好 谁不想越来越好呢 有没有人不想越来越好 如果你只需要在正确的态度下去做 随着时间经过跟累积 你就会越来越好 这样子有什么吃亏吗 这样子简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 因为我们只是保持在一个好的方法 随着时间经过就会越来越好 就怎么听都很好哦 所以鼓励大家这样子做 这个是我们今天深夜时谈的第一集 你要讲的关于调音这件事情 你真的调音了吗 你真的去注意你的音准了吗 真的弹琴之前要去做好 真的关心到你的音准 有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 OK 我是鸡汤 今天跟你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Al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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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ha